在国内球迷都表示NBA越来越难看的时候 NBA的新转播合同或许将能创下600至720亿打新历史记录 为什么NBA这块金字招牌越来越值钱 在斯利朗输给骑士的比赛中 戈贝尔对裁判做出了数钱的手势 这个手势无疑是在讽刺NBA的菠菜化 再后戈贝尔被重罚10万美金 10万美金是什么概念 要知道戈贝尔在和勇士的冲突中也仅被罚款2.5万美金 所以数钱手势已经是NBA的红线 而这个红线的缔造者就是亚当肖华 从2015年开始肖华就喊出了体育菠菜5年内合法化的口号 他给出的理由则是 提高人们对比赛的参与感和投入度 从营收方面来看肖华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 从2024年初最新的市值报告来看 有市市值82.8亿高居联盟第一 尼克斯74.3亿排名第二 胡人73.4亿排名第三 NBA球队的平均市值对比2019年增长了75% 增幅将近一倍 但要知道勇士老板拉克布在2010年卖下勇士时只花了4.5亿美元 勇士的崛起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NBA球队是可以通过运作实现良性增长的 众所周知 从2004年引入山猫队后 NBA就没有吸收过新的球队 这就相当于几十位老板在做数十亿球迷的生意 而且NBA还设立了一套非常完善的公资帽体系 公资帽的意义并不限于限制球员薪水 更重要的是阻止沙特土豪这样的外来玩家影响NBA的生态 所以即便是鲍尔默 他在收购快床后也得一步步排行员 再加上NBA每年都会从战绩最差的球队里抽出球队 然后给他们最好的人才资源 所以像俄克拉河马这样的小球士 也可以拥有咸鱼翻身的机会 为了照顾小市场球队 NBA还发明了一个财富再分配机制 具体就是让各队都按相同比例 把自己本赛季营收的一部分缴纳给联盟 然后注入收益共享资金池 NBA30支球队则可以评分资金池里的钱 所以NBA这些措施既提升了球队的稀缺性 又能照顾30位老板的利益 即使在中国球迷眼中 NBA的对抗和精彩度在降低 但这都丝毫不妨碍 它成为一台无情的印钞机